起 新魏 公元年551年 指 人参 公元552年 一共两年 梁简文帝大保二年 新魏 公元551年 春季正月 新吾仁于孝庆率领军队抵抗侯景 侯景派于庆去攻打他 没有打赢 更须 初五 湘东王萧义派护军将军淫月 安东将军杜又安 八州刺史王率兵二万从江夏急行军去武昌 接受徐文胜指挥 杨前韵攻下了剑阁 杨法琛退却守卫石门 杨前韵禁聚南殷平 辛亥 初六 北齐国主高阳在环丘祭天 张彪派他的不将赵冷包围前堂 孙凤包围傅春 侯景派一同三思填迁 赵伯超去救援 赵冷 孙凤兵败逃跑 赵冷 是赵伯超哥哥的儿子 鬼害十七日 北齐国主高阳去吉田举行耕种仪式 以丑 十九日祭祀太庙 西卫阳中围困汝南 李肃战死 二月 已害 初一 汝南城被攻破 阳中抓住了少林邪王萧伦 杀了他 把他的尸体扔在江岸边 岳阳王萧取回尸体予以埋葬 有人告发北齐太尉彭乐阴谋造反 任臣 十八日 彭乐因此而获罪被杀 北齐派散其常侍曹文角出使江陵 湘东王萧义派监散其常侍王子免回访 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师 宋子仙为太保 袁罗为太父 郭元健为太尉 张化仁为司徒 任曰魏司空 王伟为上书左铺设 所超市为上书右铺设 侯景设置三公一级的官 一次任命的人数往往以十人计 而任命为一同的官员则有其多 侯景把宋子仙 郭元健 张化仁 视为辅佐王命的第一等功臣 让王伟所超市当军师负责谋略 让于紫月 彭卷掌管军事上的决策 陈庆 吕济略 卢辉略 丁河等人充当赵牙 梁朝旧人被侯景重用的 有从前的将军赵伯超 前治局间周时珍 内奸严 少林王的济世福之命 其他的儒王客 云罗以及世忠殷不害 太常周洪正等人 侯景由于他们身负重望 因此给予尊位 但不让他们担任要害职务 北衍州刺史肖庸密谋投降西位 侯景杀了他 杨前运的部队禁聚平星 平星是杨法琛治理的地盘 杨法琛退却保卫于石洞 杨前运烧毁平星城后 收兵返回 李谦氏收罗部下 重整军队回师进攻南康 陈霸仙派他的部将杜僧明等迎战 活捉了李谦氏 砍了他的头 湘东王萧义派陈霸仙进兵攻取江州 任命他为江州刺史 3月 炳武初二 齐国湘城王萧去世 耕虚初六 西魏文帝元宝具去世 太子元谦立为皇帝 以茂11日 徐文胜等攻克武昌 进军庐州 即位15日 北齐任命湘东王萧义为梁国的湘国 设置梁国台省总领百官 秉承皇帝的命令办事 北齐司空司马子如自己要求封王 国主高扬勃然大怒 庚子一误撤掉了司马子如的官职 任曰报告他纳尔军情危急 侯景亲自率领军队向西进发 携带太子肖大器作为人质随军出发 把王伟留下来守卫健康 任曰 侯景的军队从健康出发 从石头到心林 兵船密密麻麻 头尾相连 任曰分出一支部队 在齐安袭击打败了定州刺史田龙组 任淫29日 侯景的军队抵达西洋地界 与徐文胜的部队对峙 双方在大江两岸修筑营垒 鬼卯30日 徐文胜发动攻击 大破侯军 用剑射中了侯景的诱呈库狄是河 使他坠水淹死 侯景逃跑回到兵营 夏季四月 甲晨初一 西魏把魏文帝安葬在永陵 颖州刺史萧方珠 年十五岁 刑事抱拳 由于生性贫和软弱 所以常常被萧方珠五慢轻视 有时让他扶在床上 拿他当马骑 萧方珠仗着徐文胜的部队 在近旁 就不在设防 每天以玩出征输赢和喝酒 来寻欢作乐 侯景听说江夏守备空虚 以四初二 太宋子仙任约率领精锐骑兵四百人 从淮河以南偷袭颖州 屏武 初三 刮着大风 下着暴雨 天色阴沉 颖州城里有人登上土坡 望见贼兵已到 急忙报告报拳说 敌人的骑兵来了 报拳说 徐文胜的大军就在城下 贼兵哪能飞到这里 可能是王手下的士兵回来了 过了一阵 跑来报告军情危急的人多起来了 抱拳才命令关上城门 但门未关上 宋子仙等人已经进城 这时 萧芳珠刚刚坐在抱拳肚子上 用五色彩线编结着抱拳的胡子 看到宋子仙来了 萧芳珠跪拜着迎接 而抱拳则躲在床下 宋子仙低下头一探 看到抱拳的白胡子间夹杂着彩线 感到很惊讶 于是把抱拳抓起来 连同抓获的司马鱼鱼 一块送到侯景住的地方去 侯景因为遇到顺丰 在长江中刘扬帆及时 这样就超越了徐文胜等人的军队 丁卫初四 近战江夏 徐文胜的军队因害怕 一下子就溃散了 徐文胜和长沙王萧少等人 一起逃回江陵 王杜又安因为夹在江夏 就投降了侯景 湘东王萧毅任命王僧变魏大都督 率领八州刺士丹阳人淳于亮 定州刺士渡看 宜州刺士王林 趁州刺士裴之衡 向东出发进攻侯景 徐文胜以下的将领 依并受王僧变指挥 悟深 初五 王僧变等人率领的军队抵达巴陵 听说颖州已经陷落 于是就在巴陵驻扎下来 萧毅写信给王僧变说 贼兵凭借着胜利的气势 必然会向西进攻 我军不用远处奔袭 只要守住巴陵 以意待劳 不用担心打败不了敌人 同时 萧毅又对身边的将领谋士们说 贼兵如果水路两路 齐头并进 直扑江陵 这是上侧 如果聚首下手 续兵击梁 这是中侧 如果他们尽力攻打巴陵 这是下侧 巴陵城很小 但很坚固 一守难攻 王僧变足以胜任守城之职 侯景攻城不下 野外又没有什么可抢掠的东西 酷暑季节 流行疾病不时发生 军粮吃完 士兵疲惫 我们打败他是必然的事 于是命令罗州刺史 徐四辉从岳阳出发 武州刺史度 从武陵出发 各率军队和王僧变会合 侯景派丁河带兵五千人 守卫下手 宋子仙带兵一万人为先锋 进逼巴陵 又另外派任约徽师直指江陵 自己择帅大军 从水路两路 齐头并进 于是消逸部下 沿着长江数位巡逻的士兵 纷纷请求归降 侯景又把巡逻的范围 扩大到隐机 王僧变一成固守 他命令卷起旗帜 藏起战骨 城内安静的像没有人一样 任须十九日 侯景的军队渡过了长江 派清齐兵来到城下 问道 城内守将是谁 城内士兵回答 是王领军清齐兵高声喝问 为什么不早早投降 王僧变从容回答 大军尽管指向荆州 我这城池自然不会构成遮碍 清齐兵听霸拍马回去了 过了一阵 侯景派军人把王等人抓到城下来 让他巷城里的守将 弟弟王林劝降 王林高声对王喊道 哥哥接受命令讨伐贼兵 不能以身殉难 竟然不知内疚 反而要来又我投降 说着拿过弓箭就射 王惭愧的退回去了 侯景派士族从很多通道 肉搏攻打城池 城中鼓声大作 呐喊震天 飞箭 巨石像雨点一样打下来 侯景手下的士族死去很多 不得不退下去 王僧便又派清便训捷的小部队出城袭击 打胜了就跑 这样出击了十几次都获得胜利 侯景劈着铠甲在城下亲自督战 王僧便身戏受戴 坐着轿子 奏着鼓乐 吹吹打打的巡视守城将士 侯景远远看着他 不禁叹服他的大胆勇敢 岳阳王僧听到侯景攻下颖州的消息 派蔡大宝率领一万军队进战了武宁 并派使者来到江陵 假装说要前来支援 众谋士商议后 建议以侯景已被打败为理由 让萧退兵 湘东王僧已听了后说 倘若让他退兵 就等于催促他进军 于是派使者去见蔡大宝 说岳阳王僧多次表白 要和我们联合友好 户不侵犯 你为什么突然进战武宁 我军准备马上派天门太守胡僧 带精锐甲兵二万 铁甲骑兵五千筑渣水 等候时机进军 消停了后 就把蔡大宝的军队召回了 胡僧是南洋人 五月 西卫陵西乡攻李虎去世 侯景日夜不停地攻打八灵城 攻不下来 军队没有吃的 又染上了疾病 死伤了一大半 湘东王萧义派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支援八灵 萧惠正以自己担当不了这一重任为由推辞了 举荐胡僧代替自己 当时胡僧因为犯了禁剑五指的罪正关在监狱里 萧义就把他释放了 封他为吴蒙将军 命令他去救援八灵 临走之时 萧义告诫他说 贼兵如果水战 你只管用大兵剑去对付他 一定能击败他 如果贼兵要在路上以步兵作战 那你可以开船直抵八丘 不必与之交锋 胡僧抵达乡浦 侯景派任约率五千名精锐士族聚首白祖基他 胡僧避开任约 游别的路静直西进 任约以为他害怕自己 急忙挥师追赶 追到千口之时 对胡僧呼喊 吴尔为什么不早早投降 要逃到哪里去 胡僧不理睬他 偷偷把队伍带到赤沙亭 正好信州刺使陆法河也到了 两下里合成一军 陆法河有奇异的法术 隐居在江陵百里州 衣食居处 一切都像苦行的和尚 有时预言疾凶祸福 往往应验 一般人不能测知其奥妙 侯景包围台城时 有人去问他 事情将会怎样 陆法河不做正面回答 却说 人要是想摘果子 最好等待果子成熟的时候 那时不去碰他 他自己就掉下来问的人 再三追问 一定要他明言 陆法河高深莫测的回答 也能胜也不能胜 带到任约进攻江陵时 陆法河自动请鹰 要求去攻打任约 萧义答应了 人银三十日 任约抵达赤庭 六月 贾臣初二 胡僧 陆法河指挥军队发动进攻 打得任约的士兵四处逃散 被杀被淹死的很多 任约被抓住 送往江陵 侯景听到兵败消息 以四初三 烧掉营帐 连夜逃跑了 侯景任命丁和 为颖州刺史 留下宋子仙等人 率领二乱部署 驻守颖城 右派别江之化人 镇守鲁山 范熙荣代理江州事务 宜同三司任严和 和晋州刺史 夏侯威 生守晋州 侯景与部下兵足几千人 顺流而下 丁和用大石头 砸死了抱拳和鱼玉 把尸体沉在黄赫基 人约被抓到江陵 萧义赦免了他 徐文胜因心怀怨恨而获罪 夏宇死去 八州刺史于孝请 派他哥哥的儿子于僧崇 带兵去救婆阳 于庆退兵逃跑 萧义任命王僧变 为征东将军 尚书令 对胡僧等人也都尽为封号 让他们带兵东下 陆法河要求回江陵 到达后 对萧义说 侯景乱党 自然很快就会被平定 不必挂心了 但属地的贼兵将到了 请派兵潜江守卫显耀之地 等待贼兵到来 于是他就带兵驻守侠口 更深 十八日 王僧变抵达汉口 先攻下鲁山 抓获了知化人 宋王江陵 新有十九日 攻打颖州 攻克外城 斩首一千名 宋子先退守金城 王僧变再乘四周堆起土山 猛烈攻城 豫州刺使巡朗从潮湖出兵到如须一带 阻截侯景 击败侯景的后卫部队 侯景逃跑回来 船之前后失去了联络 太子乘坐的船进了宗阳浦 在船上心腹左右都劝太子从这里投奔北方 太子说 自从王国以来 我就立志报国 不图生存 现在皇上遭难 我怎么忍心离开他而去投奔北方 现在我如果跑了 就是背叛父亲 而不是躲避乱贼 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 同时命令继续前进 甲子 二十二日 宋子先等感到困难窘迫 要求献出影城 允许他们回到侯景那里 王僧便装作答应他们的要求 命令给他们一百只船 以稳定他们的情绪 宋子先信以为真 准备上船要走 王僧便命令杜勘 率领精兵勇士一千人 攀着城墙上的女墙爬了上去 边呐喊边袭击 水军主帅宋阳 率领楼船进攻 楼船四河如云 长江水面为之变暗 宋子先边战边逃 道白杨浦 被彻底打败了 周铁虎活捉了宋子先和丁和 送到江陵 杀了他们 耕武 二十八日 北齐国主高阳 因为司马子儒 是神武帝高欢的旧臣 重新任命他为太尉 江安侯萧原 正任西洋太守 他为人宽容和气 喜欢施舍 慕名去归附他的人很多 以至手中拥有一万军队 湘东王萧义想吞并他 封他为平南将军 等他前来觐见时 又不见他 而让南平王萧克陪他喝酒 等他喝醉了 就把他关在内省 却把他的部曲分散编入别的部队 又指使人告发他的罪行 这一来 荆州与益州之间 萧毅与萧继之间的战端就开始了 陈霸仙带兵从南康出发 江上的怪石过去形成二十四滩 但这时刚好碰上水位暴涨了好几丈 三百里间 巨石都被水淹没了 陈霸仙进驻了西昌 赤雷将要讨伐柔染果 突厥族酋长土门发兵截击 打败了赤雷 他属下的五万多部落全部降服 土门仗着自己强盛 就向柔然国求婚 柔然投兵客汗 勃然大怒 派人去责骂羞辱土门 说 你本来是我的打铁的奴才 怎么胆敢说出这种求婚的话 土门也勃然大怒 把柔然的使者杀了 从此与柔然绝交 转而求婚于西位 西位丞相宇文太 便把常乐公主嫁给了他 秋季七月 以害 初四 湘东王萧义任命长沙王萧嫂 监离颖州正事 丁亥 十六日 侯景回到建康 于庆从鄱阳回豫章 侯关上城门不让他进 于庆跑到江州 占据了郭墨城 萧义任命侯围掩州刺事 侯景把侯的子弟全部杀了 辛丑三十日 王僧便乘胜攻下盆城 陈霸仙率部署三万人将要和他会师 囤住在八丘 王僧便率领的西路军缺乏军粮 陈霸仙有粮食五十万石 分昆初三十万石支援西路军 八月 任银朔 初一 王僧便前锋部队袭击于庆 于庆扔掉郭墨城逃跑 范熙荣也扔下巡阳城逃跑 近西人王僧镇等起兵围攻郡城 王僧便派沙州刺事丁道贵去帮助他们 湘东王萧义命令王僧便暂且停顿在巡阳 等待各路大军会集 当初 侯景攻下建康之后 常常说吴儿生性胆气软弱 很容易成其不备就收拾掉 不足为患 所以重要的是收复 平定中原地区 然后当皇帝 侯景娶简文帝的女儿丽阳公主 很宠爱她 因而妨碍了处理政事 王伟多次劝谏侯景不要贪恋女色 侯景把这话告诉了丽阳公主 公主很不高兴 口吐恶言 王伟恐怕被她的谗言所害 就极力劝说侯景除去捡文帝 等到侯景从巴凌兵败逃回 手下的猛将大部分战死了 自己担心活部长 想早日登上皇帝大位 王伟说 自古以来 凡是要夺取别人的政权 必须有废有力 这样既显示我方的威权 又断了对方的民望 侯景听从了他的建议 让前寿光殿学士泄号起草诏书 诏书说 我们梁朝出现皇帝们和皇侄们争夺地位的自相残杀 星辰的运行也失去正常的秩序 这都是由于我不是正统的继承人 才招来这样的动乱和灾难 理应由我禅位给豫章王萧栋 又派吕继略把诏书带入宫内 逼着简文帝抄写出来 豫章王萧栋是华荣公萧欢的儿子 戊午17日 侯景派魏魏清彭倦等人率领士兵进入宫殿 把简文帝废了 改封为晋安王 将其幽禁在永福省 还把他的内侍和卫兵都撤了 派精锐的骑兵把他严密看守起来 并在墙头插上纸 及一类多次的树枝 更深19日侯景下达诏书 盈利豫章王萧栋 萧栋那时正被关在暗室里 饮食很差 每天吃的是蔬菜鼠类 一天 他正与妃子张氏一起除葵菜 迎接他即位的碾车突然来了 萧栋大吃一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哭着登上了车 侯景杀了哀太子萧大器 巡洋王萧大新 西洋王萧大军 建平王萧大求 义安王萧大新 以及在建康居住的王侯二十多人 太子萧大器 神色端严凝重 在侯景乱党面前 从没躯意逢迎过 他的身边人私下里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 太子说 贼党如果明白事理 不一定就要杀掉我 所以我虽然对他们傲慢轻蔑 乃至呵斥他们 这班人也不敢说什么 如果杀我的时候到来了 我即使对他们一天跪拜一百次 也没有什么用处 左右亲信们又问 殿下如今处于困难兼危的境地中 但神色气度显得那么平静轻松 也不比平日差 这是为什么 太子萧大器说 我自己估计 我一定会死在贼人前头 因为如果皇叔们能消灭贼党 贼人一定先把我杀了 然后自己再去死 如果贼党没有被消灭 贼人也会杀害我 以换取富贵 既然这样 我怎么能用这一定会死的生命 去做无益的范畴呢 临死时 太子萧大器果然神色泰然不变 他慢慢地说 老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不过感叹他来得太晚了 刽子手要用较软的衣袋绞死他 太子萧大器说 这袋子太软 不能让我弃绝 他让刽子手拿记账目的绳子来绞死自己 人须 二十一日 萧洞登上皇帝位 大赦天下 改换年号为天正 太尉郭元健听到这个消息 从秦郡急忙赶回建康 质问侯景 皇上是先帝的亲生太子 一向没有什么罪过 怎么能随便就废了他 侯景回答说 王位劝我这样做的 他对我说 早点消除粮食在老百姓中的声望 我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 以便安定天下 郭元健说 我们现在挟持天字 用他的名义命令诸侯 海总担心不能成功 可是现在无缘无故 把简文帝废了 这是自取威王 有什么安定可言 侯景听了 又想迎接简文帝回来复位 让萧栋当太孙 王位说 废旧地利新主是国家大事 怎么可以来回改变主意 侯景这才作罢 遗仇24日 侯景又派人在吴郡 杀了南海王萧大林 在姑淑杀了南郡王萧大连 在惠姬杀了安禄王萧大春 在京口杀了高唐王萧大壮 侯景还把太子萧大器的妃子 赐给郭元健 郭元健说 哪里有皇太子的妃子 可以充当人家侍妾的道理 竟不和他见面 由他的意愿去当道姑 秉吟 25日 新皇帝肖动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 9月鬼四23日 北齐国主高阳到赵州定州去巡视 接着又到晋阳去巡视 几亥29日 湘东王萧义任命上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 任命江州刺史陈霸仙为东扬州刺史 王伟劝说侯景是杀简文帝 以断绝众人之心 侯景听从了 冬季十月人银初二夜 王伟和左卫将军彭卷 王转献酒给简文帝 说 丞相侯景因为想到陛下心情忧郁已经很久了 特派我们来为陛下助寿 简文帝苦笑着说 我已经把地位善让出去了 怎么还称我为陛下呢 这送来的寿酒恐怕会命尽于此吧 于是彭卷等人拿出带来的弯脖子琵琶 弹奏起来和简文帝尽情痛饮 简文帝知道自己将被杀害 就喝得鸣顶大醉 说没想到今天能痛饮取了到这种程度 醉倒后就入睡了 王伟退了出来 彭卷带进一个盛了土的大口袋 压在简文帝面上 王转坐在口袋上 把简文帝活活憋死了 王伟把门板卸下来当棺材 把简文帝的尸体搬到城北酒库中 小炼和停救 简文帝自从被关在暗室之后 再也没有侍者和纸张 于是他就把字写在墙壁和隔板上 写了几百篇诗文 词意非常凄惨悲怆 侯景给简文帝的嗜号是明皇帝 庙号为高宗 侯景的军队逼近江陵的时候 湘东王萧义向西魏求援 命令梁 其二周刺使一封侯萧寻 把南正成割让给西魏 把萧寻召回江陵 萧寻因为无缘无故献出城池 不符合忠臣的结议 就向上报告说 请让我等待一下 我要求修改成命西魏太师宇文太 派遣大将军达西武 率领三万军队去打汉中 又派大将军王雄兵 发辞五谷攻打上金 萧寻派即使参军配人 留向武陵王萧继求援 萧继派同舟刺使杨前运去救援他 萧寻是萧辉的儿子 王僧辩等听到简文帝已死 秉晨十六日 启禀湘东王萧义 请他给简文帝进献尊号 萧义没有允许 司空 东到邢台刘神茂 听说侯景从巴丘兵败逃回 便因谋背叛侯景 而吴忠的士大夫们都鼓励他 于是刘神茂就和乙同三思尹斯和 刘归义 王爷 云辉将军援等人占据东阳以呼应江陵 又派原和别江里站到下游占据建德江的江口 张彪攻打永家 取得了胜利 新安的平民成灵喜 起兵占据新安郡以响应刘神茂 于是浙江以东都依附了江陵 湘东王萧义任命成灵喜为乔州刺史 兼新安太守 十一月 以亥初五 王僧辩等人又一次上表 劝萧义救皇帝位 湘东王萧义不允许 误言 初八 萧义任命湘州刺史安南侯萧芳举为中尉将军 充当自己的助手 萧芳举是萧芳朱的弟弟 还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湘州刺史 侯景任命赵伯超为东道航台 聚战前堂 任命田谦为军司 占据傅春 任命李庆旭为中军都督 谢大人为右乡都督 李尊为左乡都督 让他们一起出兵讨伐刘神茂 吉卯 初九 豫章王萧栋加封侯景九夕 汉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 吉丑十九日 豫章王萧栋把皇位善让给侯景 侯景在南郊举行登基大典登上皇帝位 侯景从南郊回来之后登上了太极殿 他的党徒好几万人 都欢喜若狂 宣喊不已 争先恐后的屈前朝拜 侯景下令大赦天下 改年号为大使 侯景封萧栋为怀音王 把他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 萧一起关进密室之中 王伟起奏要求建立七庙 侯景问什么叫七庙 王伟说 天子对自己的祖先要往上祭祀七代 并请侯景说出他上七代祖先的名讳 侯景说 上几辈子的祖先名字我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父亲名叫彪 而且他在朔州 那能跑到这儿来吃鸡饭 大家都把这当笑话 侯景党图中 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名叫乙宇舟 在网上就都由王伟制定他们的名位 追尊侯景父亲侯彪为原皇帝 当侯景做丞相时 以西州为自己的府邸 对文武百官 无论尊卑都接见交往 但是等到他当了皇帝 住在禁院之中后 不是故就不得参见 于是将领们都开始抱怨 侯景喜欢独自骑坐小马 用弹弓射杀飞鸟 王伟老是禁止他 不许他轻易出去 侯景行动不自由 郁郁不乐 更加深了失望情绪 便自言自语坤说 我无端的当了这个皇帝 和受到殡弃没什么两样 仁臣 22日 湘东王任命长沙王萧少 为颖州刺事 一州长使刘孝盛等 劝武陵王萧继称帝 萧继虽然口头上还未允许 但却开始大举制造御用的成余车府等 12月 丁卫初八 谢达人 李庆旭攻打剑德 活捉了援 李战并送到剑康 侯景把他们的手脚砍下来示众 过了几天才死去 北齐国主高扬 每次进进出出 常常让中山王 吉原东魏孝敬帝跟着自己当随从 中山王的妃子太原公主经常为中山王准备饮食 看护监视 本月 北齐国主请太原公主喝酒 派人用毒酒 害死了中山王 他的三个儿子也医病被害 给中山王的嗜号是魏孝敬皇帝 把他埋在叶城西边 张水以北 后来高扬忽然又挖开他的陵墓 把棺材扔进张水 高扬刚接受善让时 北魏宗室祖先的神主牌位都寄放在七帝寺 到了这时候也都拿出来烧了 鹏城公园少因为当了高欢的女婿 所以受到其他原性成员不同的恩宠礼遇 开府一同三思美扬公园辉夜 因为魏高望重 而且志向气概超群出众 所以特别为高扬所猜忌 他在晋阳跟随着高扬 一次 袁徽夜在宫门外骂袁韶 你还不如一个老村妇 竟能背着皇帝玉玺送给人家 那时你为什么不击碎他 我说出这话 知道死期马上就到 但你又能苟活几时呢 高扬听到这话 就杀了袁徽夜 还杀了林淮公园校友 把他们的尸体都扔进坟盒上凿开的冰窟笼里 袁校友是林淮王元的弟弟 高扬曾把袁韶的病发胡须剃光 让他涂脂抹粉描画一番 做自己的随从 还说 我拿彭承王当我的嫔妃 意思是说他懦弱的相妇女一样 世祖孝园皇帝上 梁元帝成圣元年 人参公元552年 春季正月 湘东王任命南平内使王包为吏部尚书 王包是王谦的孙子 北齐军队多次侵犯侯景的边疆地区 假须出武 侯景派郭元舰率领步兵进军小县 侯子舰率领水军向如须进发 吉卯出十抵达合肥 北齐人关着城门 步出来迎战 郭元舰 侯子舰只好引兵退会 秉身27日 北齐国主高阳讨伐库墨西 大获全胜 俘虏了4000人 缴获各种牲畜 十几万头 北齐国主文宣帝高阳连年出色用兵 给世中监忠书涉人唐雍 钻研安息兵书 举凡军队中自都将以下的将领们 效劳军队的精力 以及四方军事战斗力强弱 宽人数多少 轮流住房调动 往返情况 兵器精良与否 粮草储备多少 等等 没有不熟安于心的 有时在文宣帝高阳面前 检阅军队 虽然有好几千人 但他不拿稳步 高升点名 从没出过差错 文宣帝常说 唐雍精明强干 一个人顶一千人用 又说唐雍每当处理军中事务时 手里写着文书 口里调分履稀地说着处理意见 耳朵又听着汇报 手嘴耳并用 实在是一人呀 因此对唐雍特别恩宠赏赐 其他臣子们没有比得上的 西魏将领王雄攻取了上金 魏兴 东梁州刺史安康人李千哲战败 投降了王雄 突厥人土门袭击柔然果 大获全胜 柔然投兵克罕自杀 他的太子安罗臣和阿纳的堂弟 登驻齐利 还有登驻齐利的儿子 登驻库提一起率领部落民众 投奔北齐 剩下的部落民众 又拥立登驻齐利的次子 登驻铁阀为头领 土门自家封号为伊利克罕 给他妻子的封号是可赫敦 子弟们则叫做特雷 其他带兵的人都叫做舍 湘东王命令王僧辩等向东进军 攻击侯警 二月 庚子 二十六日 各路大军从巡洋出发 兵船从头到尾打击百里 陈霸先率甲兵三万 周见二千只 从南疆出盆口 和王僧辩会施于白毛湾 两军将士铸潭煞穴 一起宣读蒙吻 人人都慷慨激昂 替下瞻衣 鬼卯初四 王僧辩派侯 袭击南陵 却投这两个敌军的术所 取得了胜利 务深 初九 王僧辩等驻扎在大雷 秉晨十七日 从雀头出发 务务 十九日 侯子见率军从河肥回到战鸟 发现西边的湘东王 萧义的大军已经突然来了 他又惊又怕 赶快逃回了淮南 侯警手下的怡同三思谢达人 在东阳攻打刘神茂 成灵喜 张彪都督率将士去救援 刘神茂想独占战功 就不许他们去援救 自己在下怀扎扬 有人对刘神茂说 贼兵最擅长以外作战 下怀地势平坦 一攻难守 四面受敌 不如占据七里赖为好 占了七里赖 贼兵肯定不能打进来 但刘神茂不听 刘神茂手下的富江 大多是北方人 和刘神茂不同心协力 别江王爷 利通一起占据外营 投降了谢达人 刘归义 尹思河等人弃城逃跑 刘神茂孤君陷入危境 欣慰 遗物 也投降了谢达人 谢达人把他押往健康 鬼友 遗物 王僧变等抵达吴湖 侯景守将张黑 弃城逃跑 侯景听到消息 很害怕 连忙发布诏书 赦免湘东王萧义 王僧变知罪 对此大家都暗自嘲笑 侯子见聚首孤暑 南州以抵抗萧义的军队 侯景派他的党余 史安河等带二千名士兵 前去驻战 三月 几次说 初一 侯景发布诏书要亲自到孤淑前线去 又派人告诫侯子见说 西边的士兵 善于水战 你别和他们在水上争输赢 往年任约吃败仗 就因为和他们拼水战 如果能设法在陆地上和他们打坤一仗 就一定可以破敌 所以 你只需在岸上安营扎寨 把船只摆在水边 等待他们前来救世了侯子见听了告诫 就舍舟登岸 关闭军营大门 不轻易出来 王僧变等人在吴湖停兵十几天 侯景党徒大喜 告诉侯景说 西边来的军队害怕我军强大的实力 看样子要逃跑 如不出击 就会让他们溜了 于是侯景又命令侯子见做水战的准备 丁丑初九 王僧变等抵达孤暑 侯子见率领部 骑兵一万余人渡过水洲 在岸上挑战 又用狭长的船迁艘装载战士 王僧变指挥小船 让他们都退缩到后头去 只留大兵舰在两岸加江停泊 侯子见的士兵们以为敌军水尸要退去了 争着出来追赶 这时 王僧变指挥大兵舰截断了侯军的归路 呐喊鼓噪 从两边夹击侯子见的部队 在长江中间作战 侯子见大败 士兵跳入水里淹死的有几千人 侯子见只身一人逃脱 收罗溃散的残兵逃回建康 聚守东赴 王僧变留下虎臣将军 装丘惠达 镇守孤暑 自己带兵乘胜挺进 立阳术所的守江出迎而降 侯景听到侯子见大败的消息 大惊失色 泪流满面 拉过被子躺下 过了很久才起来 叹息着说 侯子见 你可把老子给坑了 耕臣 十二日 王僧变都帅各路水兵 抵达张宫州 新寺十三日 城朝长进入秦淮河 挺进到禅陵寺前面 侯景召来石头金的首领张宾 让他集中秦淮河的大小船只 和出海的巨舰 装满石头沉入江里 堵塞住秦淮河口 然后指挥军队凭借秦淮河防线 修筑城墙 自石头到朱雀街 十几里长的防线 城墙和守望楼秘密相连 王僧变向陈霸仙请教破敌之计 陈霸仙说 从前柳仲离几十万大军隔水而坐 屯兵不前 唯灿住在清溪 也竟然不渡河登万进攻 这样贼兵登高眺望 里里外外一览无遗 所以能打败我们的军队 现在我军要包围石头 一定得渡河到北岸去才能合围 诸位将领如果不能抵挡敌军的锋芒 我要求先去北岸扎营立炸 人武十四日 陈霸先在石头城西面落兴山扎营驻扎 其他军队依次接连修了八个城堡 一直延伸到整个石头城西北面 形成包围之势 侯景担心西州退路被截断 亲自率领侯子剑等 也在石头城东北面 筑齐五个城堡以恶守大陆 侯景派王伟守台城 已有十七日 侯景杀了湘东王的长子肖方珠和前平东将军杜又安 刘神茂被押送到建康 丙须十八日 侯景命令准备一口大闸刀 先把刘神茂的脚塞进去 一寸一寸的闸塌 一直闸到头 刘刘一表面上与刘神茂合伙 而实际上偷偷与侯景相通 所以能够免遭这场灾祸 丁亥十九日 王僧变向昭提寺北面进军 侯景率领士兵一万余人 铁甲骑兵八百余骑排列在西州的西边 严阵一带 陈霸仙说 我军兵力多 昆贼党兵力少 应该设法分散贼兵的兵势 达到以强制弱的目的 为什么要让贼兵把精锐力量集中在一起 让他们来把我军置于死地呢 于是命令将领们分头到几个地方布置部队 侯景冲击将军王僧志的战阵 王僧志有意稍稍退却 陈霸仙派将军安路人徐渡带领弓箭手二千人 横劫敌军的后路 于是侯景的部队惊慌而退 侯景军退却时 陈霸仙和王林 杜勘等用铁甲骑兵迅速追击 王僧变指挥大军跟进 侯景的士兵败退下去 缩入营诈固守 杜勘是杜岸的哥哥 侯景手下的一同三司卢辉略负责守时投诚 他打开北门投降 王僧变长驱直入 占据了石头城 侯景与陈霸仙展开了白刃战 以决生死 侯景亲率一百多骑兵 扔了长矛 手指短刀 左冲右突地冲击陈霸仙的阵脚 但冲击不动 侯景的兵重于是彻底崩溃 陈霸仙指挥各路兵马追击败兵 一直追到西明门 侯景逃到宫阙下 不敢入台 把王伟叫来责备他说 你劝我称帝 你看 今天可让你害苦了 王伟无言以对 绕着宫阙躲闪着 侯景要逃跑 王伟抓住他的安灯劝他说 自古以来哪里有什么叛逆天子 宫中卫士很多 还足够再决一死战 扔下这地方 你将跑到哪儿去安身 侯景叹息说 我过去打败贺拔胜 击破葛戎 扬明黄河 朔芳 渡长江南下后 又平定台城 降服柳仲里几十万大军 亦如反掌 今天是天要亡我啊 于是仰头看着石缺 久久的叹息不已 然后 侯景用皮带子 把他到健康后生的两个儿子装好 挂在马鞍后头 就带着房氏柜等一百余骑兵逃跑了 想去吴帝投奔谢大人 侯子剑 王伟 陈庆逃走投奔了朱方 王僧便命令裴之衡 杜勘囤手杜老宅 杜公入并占据台城 王僧便对士兵不加约束 放任他们抢劫掠夺健康居民 全城男女 衣服被曝光 裸露着被赶出家门 从石头城一直到东城 哭爹喊娘 一路上全是难民 当天晚上 士兵失火 烧毁了太极殿和东西堂 宫殿中的珍宝神器 仪仗宇室 车辆等 全被烧得干干净净 物子二十日 王僧便命令侯等 率领精锐 甲兵五千人追赶侯景 王克 袁罗等率领朝中旧臣 在道路两旁迎接王僧便 王僧便嘲讽的慰劳王克说 您侍奉一敌君主 可是辛苦了 王克无言以对 王僧便又问 玉玺印寿在什么地方 王克带了好一会 才回答说 赵平原给拿走了 王僧便说 王氏一家 百代都是公卿士族 今天到你这儿算是完了 王僧便把捡门帝的棺材 迎放在朝堂上 率百官暗礼 痛哭跪拜 极丑二十一日 王僧便等人上表 劝萧毅及皇帝位 并建议迎接萧毅来健康建都 湘东王僧毅回答说 现在 盘踞淮海的大鲸鱼侯景 虽说将要被杀 但占据襄阳的短尾妖虎骁 却还没有洗心革面的归降 登基的是 等天下真正太平了 四时合唱 玉竹生辉时再说吧 耕吟 二十二日 南衍州刺史郭元健 秦郡庶主郭正买 杨平庶主鲁伯和 行南徐州市郭子仲 都纷纷献出自己镇守的城池归降 当初 王僧便出发到江陵去的时候 对湘东王肖义说 平定侯景万贼之后 继承军位的人 康强万福 不知应该奉行什么礼仪 湘东王回答道 台城六门之内 任你充分发挥兵威 王僧便说 讨伐侯景乱贼的谋略战术 我义不容辞 视为己愿 至于像成绩是卫军那样的事 请另外推举别人去干 于是 湘东王就秘密地告诉 宣蒙将军朱买臣 要他届时去简文帝宫中执行任务 带到侯景兵败 简文帝也死了 豫章王肖冬和他的两个弟弟肖乔 肖互相搀扶着从密室走出来 正好在路上碰上杜 杜为他们去掉锁链 两个弟弟说 今天才算免了横死的灾祸了 肖冬说 祸与福互为以福 变化难知 我还有深深的恐惧 新卯二十三日 三个人遇到朱买臣 朱买臣喊他们到船上一块饮酒 没到席散 三个人全被沉入水中 王僧便派陈霸仙带兵去广陵 接受郭元健等人的投降 又派使者去安慰他们 将领们都向使者私通关节 想另外多勒索一些战马武器 这时正好是侯子健渡江逃到广陵 他对郭元健说 我们这些人是梁朝的宿敌深仇 有什么面目在见到梁朝的主子 不如投奔北方 还可以得到还乡的机会 于是全都投降了北齐 当陈霸仙行军抵达欧阳的时候 北齐行台新术已经占据了广陵 王伟在逃跑路上和侯子健跑散了 直读术所的守将黄公喜抓住了他 把他押到健康 王僧便审问他时问 你身为贼党丞相 不能为贼党守节 还想在草野间求条活命吗 王伟回答说 朝代的费心 这是天命 假使汉帝侯景早听从我的话 当年不放了你的话 你那能还有今天 尚书佐承于智 过去曾经被王伟羞辱过 趁着机会过来 把拓位吐在他面上 王伟讽刺他说 你是个不读书的人 我不值得和你说话 于智惭愧地退下来 王僧便任命罗州刺使徐四辉镇守诸方 人臣 24日 侯景逃到禁陵 收集了田谦剩下的士兵 对居民大肆驱掠一番之后 就往东去了吴郡 夏季四月 北齐国主高阳派大都督潘乐 与郭元健带兵五万人攻打杨平 并加以占领 王僧便惊请示 让陈霸仙镇守惊口 一周刺使 太魏武陵王萧继 狠有武艺掏掠 他治理蜀地十七年 向南开发了宁州 岳向西打通了滋灵 土玉魂 队内努力兴办农业 纺织 石岩 野铁等经济事业 对外发展与远方的通商贸易 所以属地财富增值很快 兵器衣甲积累了很多 共拥有八千匹战马 萧继听到侯景攻陷台城 湘东王萧义将要出兵讨伐他的消息 就得身边官吏说 七官萧义是个文人 那能匡扶设计 救济黎民 萧继住的宫殿里 摆木座的殿柱环绕数捷的地方开了昆花 他以为是应在自己身上的祥瑞 以四出八 萧继登基及皇位 改年号为天正 把大儿子萧元赵立为皇太子 并封儿子萧元正为西洋王 萧元满为靖陵王 萧元朴为侨王 萧元素为夷都王 他又任命巴西 子童二郡的太守永封后 萧为征兮大将军 一周刺史 封为秦郡王 司马王僧略 执兵参军 徐鹏苦苦劝止 但萧继不听 王僧略是王僧便的弟弟 徐鹏是徐勉的侄子 当初台诚被侯警包围时 徐鹏劝萧继赶快去援救 萧继的意思是不想去 心里不免怪徐鹏多事 因此对徐鹏暗暗怀恨 正好鼠人废河告发徐鹏造反 证据是徐鹏有一封写给将帅的信 其中有一句说 一件件事情都有来人当面沉说 萧继就用这句话 作为他想造反的证明 萧继把徐鹏抓起来 对他说 因为和你有些就交情 所以我会让你的儿子们 安然无恙的徐鹏回答说 我的儿子都很像殿下 父亲有男竟在一边坐式不救 留下这些儿子有什么用处呢 萧继于是把他和儿子们全杀了 并割下首级在集市上示众 同时也杀了劝阻他登地位的王僧略 永丰侯萧为此长叹说 武灵王的地业看样子不成了 善良的人是国家的基础 而现在先杀了一批善人 不灭王更待何时 萧继征召一封侯萧寻手下的 资议参军萧为中枢侍郎 使者去了八趟 才把他请来 萧继派刘孝胜去和他谈 把心里最机密的话全都对他说了 但刘苦苦要求放他回去 中继是维登私下对刘说 殿下这个人残忍而且记仇 你这次不留下为他效劳 必将会惹来杀身大祸 何必不和他一起成就地业 使自己身贵明美 这多好呀 萧严肃地说 你想到我这儿当说客吗 我和一封侯之间的名分已定 难道能因为显异祸福而改变初心吗 殿下正要拨扬大意于天下 我想不至于在我这一介武夫身上发泄自己骄纵之志吧 萧继知道他肯定不能为自己所用了 就赠以厚礼放他回去 同时任命宜封侯萧寻为一州刺史 封为隋郡王 任命萧为萧寻王府里的长使 蜀郡太守 谢达人讨伐刘神茂后回来 军队行至复阳时 听到侯景兵败逃跑的消息 就率领一万人马 想从北边出兵据等候侯景 赵伯超聚首前堂 阻止侯景残兵前进 侯景行进到嘉兴 听到赵伯超背叛他的消息 就退回聚首吴郡 即有十二日 侯在松江追上了侯景 这时侯景还有二百只船 兵力数千人 侯发动进攻 打败了侯景残部 抓获了彭卷 田谦 房市贵 蔡寿乐 王博 侯把彭卷活活剖腹 抽出他的肠子 彭卷还没死 用手扯回肠子 于是侯就用刀砍死了他 侯景与身边的亲信几十人 乘一只小船逃跑 人多船小 他把两个儿子推到水中淹死了 小船将要入海时 侯派父将娇僧渡去追击 当初侯景娶杨侃的女儿为妾 任命他哥哥杨为库直都督 对待他很优厚 杨跟着侯景往东跑 和侯景所信任的王源里 谢威蕊秘密商议 反叛侯景 谢威蕊是谢达人的弟弟 侯景下海后 想逃回蒙山 吉卯十八日 侯景白天正睡觉 杨对海上的向导说 这海中哪里有蒙山 你别管 只听我调度指挥 于是就让船直接驶向经口 船行进到湖豆舟时 侯景发现方向不对 大吃一惊 向岸上的人打听情况 他们说 郭元舰还在广陵呢 侯景听了心中大喜 就准备去投奔郭元舰 杨拔刀威胁海上向导 呵斥他 让他把船开往经口 并对侯景说 我们卫大王出过不少力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终于一事无成 想借鉴你的头 来换点富贵享用 侯景还没有回答 好几把白黄黄的刀 睁着砍下来 侯景想跳海 杨用刀砍他 侯景窜入船里 用自己配的刀 去撬船的底板 杨用长矛把他刺死了 尚书又铺设所超市 在别的船上 谢威蕊假传侯景的命令 召他来一时 等他来了 就把他捆起来 南徐州刺使徐四辉杀了所超市 又用盐填入侯景肚子里 把他的尸体送到建康 王僧便把侯景的首级 传送到江陵去 又砍下他的手 派谢威蕊送到北齐去 然后把侯景尸体扔在市集上 士兵民众争着去挖他的肉来吃 连骨头都被抢光了 侯景宠爱过的丽阳公主 也参加了吃侯景肉的行列 当初 侯景有五个儿子留在北齐 高成把他长子的面皮剥下来 然后用油锅烹了 其他四个小儿子 都下残势割去生殖器 文宣帝高阳即位之后 梦见弥猴坐在他的浴床上 于是把侯景的几个幼子 全部下了油锅 赵伯超 谢达人都投降了侯 侯把他们和田谦等人押送到建康 王僧便把房氏贵斩首于世 另把王伟 吕济略 周时珍 严 赵伯超 福之命等人押送到江陵 丁四 二十日 湘东王萧义下令解除戒严 以丑 二十八日 梁朝把简文帝埋葬在庄陵 定庙号为太宗 侯景兵败时 自己携带着传国玉玺 让他的市中 尖平原太守赵思贤掌管 交代他说 如果我死了 就把他扔到江里去 别让吴儿们又得到他 赵思贤从京口渡江时 遇到盗贼 他的随从慌乱之中 把传国玉玺扔在草中 他到达广陵之后 把这事告诉了郭元健 郭元健派人去找了回来 把他交给新树 人参 遗物 新树把玉玺送到了叶城 假参 北齐任命立部尚书 扬为右扑舍 把太原公主嫁给他 太原公主就是北魏孝敬帝的皇后 杨乾运率军队抵达建北 西魏达西武迎头阻击他 在白马把杨乾运打得大败 把斩获的首级陈列在南正城下 而且派人去侮辱一封侯 萧寻 萧寻大怒 出兵去和达西武交战 都督杨绍 射服兵截击他 把他的军队连杀带上 几乎消灭光 刘回到白马西边 被达西武捉获 押送到了长安 西魏太师宇文太平时就知道 刘的名声 对待他 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当时南正城九宫不下 达西武要求城破后 实行屠城 宇文太准备答应他 刘请求宇文太不要批准 宇文太大怒 不答应 刘哭着不停地请求 宇文太感叹地说 臣子侍奉主 昆子就应该这样 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 五月更午 初三 司空南平王萧克等人 又劝萧义及地位 襄东王萧义还是不接受 派室中封城侯萧太 去拜业祖先领墓 重新修复宗庙神社 悟吟十一日 侯景的首级被送到江陵 被挂在市上市众三天之后 又用火烤干 并油漆了后交付武库保管 耕臣十三日 梁朝任命南平王萧克 为扬州刺史 假身 十七日 任命王僧辩为司徒 镇魏将军 封为常宁宫 任命陈霸仙 为征魯将军开府 宜同三司 封为长城县侯 已有十八日 侯景所任命的尚书铺设王伟 左民尚书吕继略 少府周时珍 摄人炎等人被斩首于世 赵伯超 扶之命饿死在监狱之中 因为谢达人对简文帝 不失臣子之礼 所以特别下令赦免了他 王伟在狱中 献了一首五百字的长诗 湘东王萧义爱他的才华 想宽佑他 但是有妒疾王伟的人 跑去告诉萧义 说前些日子 王伟做了一篇习文 也很好 萧义让人找来看看 习文中写道 像于眼珠中两个瞳孔 尚且有乌江之败 湘东王只有一只眼睛 怎么能使赤县民心归顺 萧义看了大怒 就把王伟的舌头 钉在柱子上 将他剖腹 又一片片切他的肉 就这样杀了他 秉须 十九日 北齐的河州刺利 胡思昭攻打丽阳 攻克了他 丁亥 二十日 萧义下令说 王伟等人 既然已经死了 其他的士大夫 就贵族中被逼依附 苟且偷生的人 还有勇猛有功勋的豪杰 为了免去一死 而跟着跑的人 都不再追究了 浮风有一个平民 叫鲁西达 他把乡人 揪合起来保卫新菜 又组织农民努力种田 积蓄粮食 当时江东一带闹饥荒 社会动乱 百姓十个有八九个饿死 活下来的老百姓 扶老邪又去归顺他 鲁西达对投奔他的人 都分给粮食 救济了很多人 这样就把近西等武郡的人民 都召集在了他的周围 这武郡的土地 也都归他管理了 他还派自己的弟弟 带兵跟随王僧辩 去讨伐侯景 侯景之乱被平定之后 萧义任命鲁西达 为北江州刺事 北齐国主高阳 派他的散期常侍曹文角等人 出使梁朝聘问 湘东王萧义 派散期常侍柳辉等 为使节回访 而且把平定侯景之乱的情况 通报对方 同时也派摄人魏雁 把这是通报给西魏 北齐国主高阳派潘乐 郭元健率兵去包围秦郡 刑台上书新术觐见说 我朝现在和湘东王之间和睦友好 信使往来不绝 杨平是侯景的地盘 拿下他是可以的 而秦郡就不同了 现在王僧辩已经派言超达去守秦郡 从道义上讲 怎么能再去争夺这个城市呢 而且现在正当雨季 天下大雨 地上积水 道路难走 所以不如班师回朝 但羔羊不听从 陈霸仙命令别将徐渡带兵去 协助秦郡的防务 要求他们固守城池 北齐军队有七万之众 攻打得很猛烈 王僧辩派左卫将军渡去救援 陈霸仙也亲自从欧阳赶来会师 他们和郭元健在士林大战一场 把郭元健打得惨败 斩下首级一万多 俘虏了一千多人 郭元健收拾残兵败驾向北逃窜 因为双方还在讲友好互通信使 所以就没有穷追不舍 新树升任吏部尚书 自东魏迁都到叶城以后 吏部负责选官的人 知名于时的有几个人 他们各有长短优劣 其世宗年少有为至高气阳 但他的缺点是有些草率疏忽 袁淑德作风沉着细致 谨慎忠厚 他的缺点是有点锁细 阳文采风流 口齿凌厉 但他在录用人才时偏好浮华 只有新术生性崇尚忠贞清明 录用人才一定看其才具气使 根据他的名望 拒责求他的实际品质 本领 新人和旧人都云着提拔 即使管仓库的如有才能 也一定提升 世家子弟也不遗漏 考察他前后选人的情况 是最为折中允当的了 西魏达西武派尚书左城柳代伟 到南正去游说 对一封喉消询说 您所固守的是显耀之地 所医视的是外援 所要保护的是老百姓 现在我们朝廷的军队已深入腹地 你所凭借的显耀地势 就不那么有用了 杨前韵在白马被打败逃跑了 酋长强豪们卫洗不前 你所盼望的外援也靠不住了 我军将南正城四面包围 密不透风 您所管辖的百姓也就保不住了 而且您的朝廷动乱不已 设计无主 您想尽忠 可忠于谁呢 所以还不如改变主意 转祸为福 使子孙后代也得到您这一决策的好处 萧寻听了 觉得有礼就请求投降 柳戴伟是柳庆的儿子 开府一同三思赫兰德院 听说城里吃的东西已经没了 要求发动进攻 大都督赫连达说 不打仗而能得到城池 这是上策 怎么可以看中城里的子女 贪图货物财产 而不珍惜百姓的生命呢 而且据我观察 萧寻的兵马还强壮 城池还坚固 我们攻城即使攻下来 也是彼此都带有伤亡 万一萧寻来个困兽游斗 拼命一搏 那么成败就很难说了 达西武称许说 您说的道理很对 于是接受萧寻投降 俘获男女人口二万人 然后凯旋而归 从此建北一带全部归入了西魏的版图 六月 丁魏十一日 北齐国主高阳回到叶城 以卯十九日又去到晋阳 耕吟 萧义立安南侯萧芳举为王太子 北齐派散其尝试谢继青来祝贺平定侯景之乱的胜利 恒州刺使王怀明犯上作乱 广州刺使萧伯发兵讨伐 平定了动乱 北齐政令繁多 赋税很重 长江以北的人民不愿意归属于北齐 其中坤的豪杰之士多次请求王僧变出兵 王僧变因为国家正和北齐发展友好关系 每次都没有允许 秋季 七月 乔居广陵的朱胜等人 暗中纠集党徒好几千人 阴谋袭击杀死北齐刺使温仲庸 派使者向陈霸仙求援 要他做外应 并说已经攻下了外城 陈霸仙派人报告王僧变 王僧变说人的诚意有真有假 很难看破 如果确实已攻下了外城 那倒很有必要去支援一下 如果没有这回事 就别劳实动众地进军了 使者还没回去转达王僧变的意见 陈霸仙已经渡过长江了 王僧变只好派武州刺使渡等出兵去协助他 正在这时 朱胜等人的密谋泄露了 陈霸仙乘此进军并包围了广陵 8月西卫安康人黄仲宝反叛 攻打卫星抓住了太守柳贵 又进而围困东梁州 黄仲宝让柳贵向城里守江右将 柳贵不服从命令 被杀 柳贵是柳囚的弟弟 太师宇文太派王雄和票其大将军武川人宇文囚 去讨伐黄仲宝 武陵王萧继发兵从外水向东进发 他任命永丰侯萧为义州刺使 留守成都让自己的儿子 宜都王萧元素作萧的复职 9月 贾须 初九 司空南平王萧克去世 贾身 19日 萧义任命王僧变为扬州刺使 北齐国主高阳派使者去向王僧变 陈霸仙讲和 说请贵君撤了包围广陵的人马 我方一定把广陵 立阳两城还给你们 陈霸仙听了 就带兵回京口 江北的人民跟着陈霸仙渡江的 有一万多人 湘东王萧义任命陈霸仙为征北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南徐州刺使 征召陈霸仙的长子陈昌 侄子陈须到江陵来朝见 任命陈昌为散其长室 陈须为领职 一封侯萧寻投降西魏时 丞相宇文泰曾答应放他回南方 过了很久也没有放 一次宇文泰从容地问刘说 我能和古人中的什么人相比 刘很不客气地说 过去我常常拿您和商汤 周武王相比 现在看来 您连齐桓公 晋文公也够不上 宇文泰听了一冷 盲说 我怎么敢和商汤 周武相比 我自己觉得自己大概可以与一尹 周公相比 怎么连齐桓公 晋文公也比不上呢 刘回答说 齐桓公使三个灭亡的小国 重新存在下去 晋文公对讨伐元国的事 没有失信 留话还没说完 宇文泰就双手一拍说 我知道你话里的意思了 这是想击我啊 于是对萧寻说 您想去荆州 还是去一州 萧寻表示要回江陵 宇文泰就赠送了厚礼 让他走了 萧寻带着手下文武官员一千家 一同回去 湘东王萧义有点怀疑 就派一个又一个使者 在道徒打探侦查情况 在萧寻到江陵的当天晚上 又派人去偷他的财物 第二天一早 萧寻要求把兵器马匹献出来 萧义这才放心了 让人把萧寻带进来 相对而流泪 萧义任命萧寻为代中 票其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冬季十月 北其国主高阳 从晋阳到离石 去都修长城 从黄鲁岭开始修长城 向北修到社平述所 共四百多里长 设置三十六个述所 悟申 湘东王 执湘州刺史王林于殿中 杀其副将殷燕 悟申十四日 湘东王萧义在宫殿上 把湘州刺史王林抓起来 杀了他的副将殷燕 王林本来是惠姬的兵家子弟 他的姐妹都被送入宫中 所以王林自小在湘东王身边长大 王林喜欢程永利 湘东王让他当将帅 王林能屈身礼遇才智之士 所得到的赏赐也不拿回家里 他手下有一万人马 大多是长江 淮河上盗贼出身的人 王林跟随王僧便去平定侯景 与杜勘并列 公居第一 在健康时 他仗是自己受宠 放纵各种暴行 连王僧便也无法禁止他 王僧便因为士兵失火烧了 太极殿 吉东 西唐的事 恐怕会得罪 就想用王林的过失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于是就秘密向湘东王汇报了王林的过失 要求杀掉王林 湘东王命令王林离开健康 到湘州去 王林怀疑自己会遭祸 就派长使露娜率领布娶去湘州 自己亲身到江陵表达谢恩之情 走前 他对露娜等人说 我要是回不来 你将要去哪里 大家都说 跟你一块死 大家相对而弃 然后分别了 王林到了江陵 湘东王就把他抓起 交给官吏处理 新有 二十七日 萧义任命王子萧芳略为湘州刺史 又任命廷尉皇罗汉为长使 派他和太州清张在到巴陵去 先把王林的军队接管过来 张在狠得湘东王宠爱 但他管理手下部署很严厉苛刻 荆州人恨他像恨仇人一样 黄罗汉等人到了王林的军队中 露娜和士兵都痛哭流涕 不肯被收编 把黄罗汉 张在抓了起来 湘东王派宫中宦官臣去做说服工作 露娜当着臣的面把张在的肚子剖开 抽出他的肠子 系在马的脚上 让马绕来绕去走 直到肠子拽完弃绝而死 又一片片割张在的肉 挖出他的心肝 向着尸体拍手跳舞 再把剩下的骨头全烧了 黄罗汉由于清廉锦言而免于加害 露娜和将领们带兵袭击湘州 当时州里没有主事人 露娜就占据了湘州 公卿大臣各路军事头领多次劝湘东王登地位 十一月 丙子 十二日 原帝肖义在江陵登上皇帝位 改换年号 大赦天下 这一天 皇帝没有升座正殿 只是让公卿大臣左右排列一下而已 丁丑十三日 梁元帝肖义任命宜封侯 肖巡为湘州刺史 吉卯十五日 肖义立王太子肖方举为皇太子 把他的名字改叫肖元梁 皇子肖方志封为晋安王 肖方略封为史安王 以战死的肖方等的儿子肖庄封为永家王 追尊母亲阮容为文宣皇后 侯景之乱以来 梁朝的周郡有一大半被并入西位 自巴陵以下至建康这一线治理范围 只在长江以南 荆州境内北边到五宁为止 西边到峡口为止 岭南又被肖伯占据着 朝廷诏令所到的地方 不过方圆千里以内 百姓户口登记在布册上的 还布满三万户 路纳在路口袭击横州刺史丁道贵 击败了他 丁道贵逃奔到陵陵 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路纳 原帝听到消息之后 派使者征召司徒王僧辩 又为将军杜 平北将军裴之衡和夷丰侯萧寻 命令他们一起讨伐路纳 萧寻的部队驻扎在巴陵 等待劫机敌军 侯景之乱时 陵陵人李洪雅占据了该郡 原帝就此任命他为 营州刺史 李洪雅请求参加讨伐路纳 原帝答应了 丁道贵收拾残兵跟他一起出发 路纳派他的将领吴藏 袭击了他们 击溃了他们的军队 李洪雅等人只好退却 进入空云城以自保 吴藏带兵把空云城包围了起来 过一阵子 路纳要求投降 请求送妻子 儿子到江陵为人质 原帝派臣到路纳那里 路纳等人都大哭 说 王林被抓起来 因此我们才到乡州去讨罪 不是有什么别的野心 于是把妻子儿子交给陈带回 陈回到巴陵时 萧寻听到消息 说 这里有诈 他一定会来袭击我军 于是秘密地做了充分准备 路纳果然乘着黑夜掩护 派一支青庄士兵跟在陈后头 约好到巴陵城下 一起大声喧哗 乘其不备攻城 十二月 人武 遗物尘 路纳的军队离巴陵 还有十里路 大家以为已经到巴陵了 就大声喧呼起来 萧寻军中无不受惊 萧寻坐在胡床上 从垒门里望出去 只见路纳乘着水势来发动进攻 箭头像雨一样飞来 而萧寻正砍着杆着 一点害怕的神色也没有 慢慢指挥将士去截击 缴获了敌军一条兵舰 路纳只好退守长沙 人武 北极国主高阳回到夜城 悟悟又去到晋阳 中文 石砍着 石砍着